各位趴趴趴的朋友們大家好 這個禮拜各位騎車了嗎? 我們這個禮拜約好了要來騎車熱血一下 結果人到騎後我傻眼了怎麼會冒出一台車來 今天不是說好了要騎機車出門 怎麼會變成開車過來 這兩位先生是在搞什麼鬼 為什麼遇到一點小雨就放棄熱血了呢? 你們都開車來了我只好上了你們的賊船了 那來介紹一下今天的夥伴 一位是大家比較常看到的Jacko 另外一位叫東庭 今天原本預計是要騎機車跑一下台三線到石門水庫 但是一早內湖跟板橋都在下雨 所以他們兩位就自己變換交通工具 我到集合地點看到真的是有點傻眼 不過不管了今天怎麼樣還是要跑一趟石門水庫 不走台三線改走國道3號 來說明一下今天走的路線 今天我們出發的地點是板橋四圍公園 然後上64快速道路接國道3號綜合交流道 一直到大溪交流道下 往大溪池湖的方向 接著走台三移就可以到石門水庫了 來到石門水庫這邊會想起以前都是騎腳踏車過來的 那時候還有位好兄弟 Hank哥會跟著他一起騎腳踏車來到霸檸這邊 但是Hank哥已經去了不同的國度了 所以也好多年沒有到這邊了 我記得你要離開之前我們已經約定好 整你的病好了我們要騎腳踏車環島 現在已經無法跟你一起環島了 但我還是有在考慮要再來一趟腳踏車環島之旅 跟著我一起環島吧 大Ben如果你有看到這部影片記得幫我照顧好我的腳踏車 等疫情穩定一點我就去搬回來了 那今天的廢話也說到這邊了 來進入一下今天的正題 桃園石門水庫 說到石門水庫大家應該都非常的熟悉 石門水庫對於台灣北部是一座非常重要的水庫之一 位於桃園市大溪區、龍潭區、復興區 與新竹關西鎮之間的石門峽谷 石門水庫曾經是遠東區最大的水庫 採土實體案型霸體攔截大汗溪溪水蓄水而成 是台灣第一座多功能水庫 石門水庫計畫之構想最早於日治時期明日35年 由土木技師得見長雄 勘察後提出單位被採用 民國43年北台灣嚴重旱災 石門水庫建設在民意支持於以農業培養工業 以工業發展農業的經濟政策雙重背景下 轉由行政院主導推動 同年4月在行政院長陳誠指示下 組成經濟部石門水庫設計委員會 於民國44年5月提出 石門水庫工程定案計畫報告 民國44年7月7日第一期工程 草原大鎮進水口興建工程開工 民國53年6月14日石門水庫竣工 在這石門水庫耗時長達9年施工中 最一開始規劃的行政院長陳誠 在最後的竣工典禮上 以成為副總統身份進行主持此典禮 石門水庫這邊不僅提供大台北用水而已 還有最有名的活魚料理 相信很多遊客到此都是為了來吃活魚料理 還有如果遇到颱風天預防性的洩洪 也是吸引了很多人過來觀賞 另外這邊每年11、12月可以賞風 2到3月可以賞銀 還有3到4月有流蘇花季 流蘇花可能比較少人知道 這就是俗稱的四月學 石門水庫還有個非常有趣的比喻 就是男生褲子拉鍊沒有拉 就會被說石門水庫沒有關 相信應該很多人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說 那就讓我來跟大家解說 聽說因為有一次選美比賽的問答 主辦方問參賽小姐 如果你發現有人褲子拉鍊沒有拉的話 你會怎麼辦 參賽小姐回答我會說你石門水庫沒有關好 所以參賽小姐的機制回答 從此就被廣為流傳直至今日 我們今天在石門水庫沒有要吃活魚 這邊也跟大家說一下 如果是特地來這邊吃活魚料理的 可以考慮一下到石門水庫外面的地方找找餐廳 因為石門水庫裡面的餐廳 可以看到比較好的風景 所以這邊的料理CP值就比較低了 那接著我們找一間靠近水庫邊的餐廳吃點東西 我們來到這家餐廳叫水量石門 這家餐廳的特色是 庭院有一個網美拍照的水池 這裡的水池倒影真的很漂亮 還依稀可以看到石門水庫 我記得我們應該在這水池就拍攝半個小時吧 所以建議大家可以早點來 這樣子就不會有人一直排隊要拍照 我們三個人點的簡餐是 香熱雞腿義大利麵 紅醬海鮮燉飯 番茄漁夫海鮮義大利麵 副餐裡面有沙拉 濃湯薯條飲料 以主餐的口味來說算是很普通 就是很中規中矩的餐點 但是海鮮裡面的蝦子 大家可以看到影片內 蝦肉都縮水跟殼分離了 所以要點海鮮的人要注意了 然後濃湯的部分真的很不行 喝起來非常的清淡 所以也許改一下名稱會比較可以接受 除了餐點的問題其他都很好 老闆娘非常親切也很熱情的照顧著客人 雖然她非常的忙 照顧不了這麼多客人 這部分大家提亮她一下 也跟大家說一下要都出外旅遊放鬆 可以把步調放慢一下 好好的在這邊感受大自然的美 我們在這邊一共待了有三個半小時 所以體驗下的感覺是這邊的風景跟環境真的很好 我們是坐在戶外區吹著風看著藍天 還有石門水庫的景色感覺非常的棒 蠻推薦大家來這邊的 我個人還是會再回房的 那接下來我們下一個行程是來到大溪的慈湖 這裡最有名的就是慈湖陵寢 慈湖陵寢園區最初為千基煤礦 創於西元1906年 於民國44年板橋凌家將其所有慈湖土地無償捐出 作為軍事戰備用地 實際上成為蔣中正總統行館 民國51年蔣中正為追念慈母王彩玉 命名為慈湖 民國64年4月5日蔣中正失事後 靈舊於4月16日奉錯慈湖賓館 停放於賓館正廳 但並未下葬 慈湖臨寢這裡還有一個相當知名的活動 就是每小時會有憲兵的交接儀式 我們來的時候剛好錯過了 如果還要看就要再等一個小時 但是再等下去家口 就來不及回家煮飯給小孩吃了 那我們就繼續到其他地方去看看 慈湖這裡還有一個地方是 慈湖雕塑紀念公園 慈湖雕塑紀念公園由大溪區公所設立於民國86年 民國89年2月29日舉行園區首座銅像一致典禮 至今已設置219座銅像 這裡是全世界唯一為單一個人的雕像所設立的紀念園區 銅像中有大家熟悉的全身半身像 多半由學校或機關所捲證 也有坐姿與騎馬的雕像 每一座雕像皆具藝術價值 整個園區以步道的方式串連雕像的擺放位置 還有庭院造景及小橋流水 據我了解到這邊的雕像有不少是因為 西元2007年大規模的去講話運動 導致各地學校或機關移除的雕像運至此地存放 這議題相關於太多政治的問題 所以就不在這邊多做討論了 慈湖這邊可以逛的地方相當的多 我會把一些相關的資訊放在說明欄內 有興趣的可以點開看看 大家有時間可以花一整天的時間來這邊遊玩 加口的小孩已經在問什麼時候會回到家了 所以加口急著要回家煮飯了 說真的要當個家庭主婦還真的不容易啊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的請幫忙點讚訂閱加分享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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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